大家好,这里是说好批评书 今天是主日,风雨中,报警圣经 我们的每一个主日的主日学的分享 我们都不会放弃 我们每天坚持的工作 我们要向着标冠直跑 不要因为中途有什么闪失 然后就中途我们自己放弃 我这个频道说了 进入黄标记了 但是依然不影响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 每天三到四期为大家带来一些 一线的实证、经济、文化、伦理的一些评论 然后尽量的陪伴大家 今天给大家讲一些经济方面的现象 给我带来的思考 今天应该说中国经济最大的新闻是一张照片 就是韩国的三星公司要离开中国了 全线撤退 现在很多外企撤离中国 这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是呢 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中国的员工被遣散了嘛 他们不愿意走 他们在三星工业园的总部 的广场上面高举着旗帜 在那里呼喊 希望三星公司不要抛弃他们 标语上写的是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这看上去有一点反讽啊 因为三星公司是一个外国公司 他离开中国以后 他并没有说永远的肩负起 给你提供工作 给你提供粮食 给你提供金钱的责任 他只不过是个外来的公司 外企 他走和不走是他的权利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 你要吃饭 你要工作 你要工资 你应该去找中国的政府说 你找三星有什么用呢 而且的话 你这个时候三星为什么会走 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性 是整体的走回头路 外企经营的环境在急剧的恶化 所以他们只能撤退啊 前几天我也分享过东芝啊 东芝的研发团队撤回到日本 东芝的电子产业撤回 搬到越南 韩国也是一样的 韩国的三星大面积的厂房 和它的生产线都撤到越南去了 韩国的本土面积很小嘛 他必须要打海外的市场 韩国的汽车 韩国的电子都是走这个路子 他是不可能回国的 他只能去另外一个 适合他们继续经营的这么一个国土 那去越南去运渡啊 所以你想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人在自己的粮食 自己的工资 自己的工作受到危害的时候 自己马上要失去粮食 失去工作 失去工资的时候 他没有去找政府去讲道理 他反而找三星的 这些外企的人呼喊我要工作 我要工作我要吃饭 这不是很搞笑吗 另外我看到另外一篇经济的新闻 当然就是与孟晚舟有关的 孟晚舟的新闻现在是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彻底已经被加拿大就裁了嘛 就一定要去引渡到美国嘛 我看有人放了这么一个信息啊 说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孟晚舟本来想学留湖南 誓死不屈 美国人拿出照片的铁证 孟晚舟瞬间崩溃 然后就把自己和华为的犯罪行为火盘拖出 任正非啊她的爹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 因此也上了美国的通缉名单 事实证明当普质高比当刘虎南更容易 招供对她的父亲和对华为非常的不利 但是可以减少孟晚舟自己的罪 可以避免她的老公和她的孩子被遣返回中国 也可以保护部分的财产 这个这个消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你她的里面的内在的一个一个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孟晚舟她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嘛 她的家人我们说的 她的家人是谁 她肯定不是任正非嘛 任正非是她爹啊 她爹有她自己的有她自己的家是不是 她想保护她老公保护她的孩子 她好几个孩子呢 这时候她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啊 必须要承认一些个罪行 所以连她的爸爸连她的华为的高管 她都活盘托出 把关键的细节都已经交代了 换回的是对自己的保护 而且关键是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她对自己的保护 她不是势头去 不是在中国的法庭 不是在中国的政府 不是在共产党的里面去寻求自己的保护 而是通过加拿大的法庭 通过美国的法庭 来保护自己 所以这里面大家看到一个端倪了嘛 就是中国人到底她把自己的权利 把自己的自由 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点点滴滴交在谁的手上 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你看到没有三星的那些个中国员工 她希望三星公司给她主持公道 那孟晚舟的逻辑是她希望加拿大的法院 美国的法法律能够给她主持一个基本的工作 保护她必要的财产 保护她的家人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所以我想我想说 说了半天 我说了今天是主日分享 我这两天读 是已经读这个历代志 历代志记历代志下十二章 里面就讲的一个非常的让我沉思了好久 我基本上沉思了十二个小时 在在在在 其实就脑子陷在这种这段文章里面 他大概其实讲什么呢 就讲说索罗门去世了 他的儿子上来就是接过了他的位子 完了以后他儿子有点骄傲 非常骄傲 然后远远不如他老爸 一开始想打内战 后来一个先知就上帝告诉他说 你去对这个人说不要打内战 他听话了 完了过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他有这种想法想打内战 这肯定是上帝不喜悦的 过一段时间内战是没有 以色列人里面的内战没有打起来 结果埃及人开始攻击以色列 这个时候有些故事开始了 说罗巴安王第五年埃及王施萨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 话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埃及人要攻打耶路撒冷 为什么埃及的王要攻打以色列人 是因为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的王和以色列的民得罪了耶和华 这句话一定要多念几遍 不是王得罪的耶和华 也不是民得罪的耶和华 而是王和民同时都得罪了上帝 然后接下来就是施萨带战车1200 马兵六万 并且跟随他出埃及的这个 怒比人苏基人和古士人 多的是不可胜数 然后就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来到了耶路撒冷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 这时候有先知玛雅 士玛雅去见罗巴安 就先以色列的王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一句话说 一个话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使你们诺在施萨手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知带着上帝的话 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王 告诉以色列的民说 你们做错事情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什么事情呢?你们离弃了我 那今天的美国很多人就离弃了上帝 所以我使你们诺在施萨的手里 这很有意思吧 中国人也是我们离弃了上帝 我们迫害圣经 我们烧十字架 所以上帝使我们诺在习近平的手上 真的 上帝使我们诺在共产党的手上 民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民国是最典型的可以用这个句子的 民国发生了史上最强大的飞机运动 迫害基督教 从蔡文培 胡适这种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到各路的官僚 各路的商人 各路的精英都干这个事情 你们离弃了我 你们离弃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上帝使中国人落在共产党这么一个魔鬼的手上 这太贴切了 你说是不是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的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哎呦这句话 我就是把在这句话里面停了大概半天 就反复想这句话 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 他们虽然也有很多错误 虽然离弃了上帝 但是呢 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还是把自己 把自己 让自己谦卑下来 就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以埃及人过来攻打我 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境界 你说是不是 我震撼了都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接下来怎么说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 士玛雅说 他们既然自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使他们虐得拯救 虐就稍微得一点拯救 我不接施萨的手 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党 然而 他们必做施萨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 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 这句话 我也又停留了这个下半天 那句话呢 就是使他们略得拯救 不是 就是不接着施萨的手 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党身上 但是 他们就是以色列人 必做施萨的仆人 也就是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 就已经做了埃及人的奴仆 那我们中国人就是奴隶 我们做谁的奴隶 我们做共产党的奴隶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做出事情 我们离起了上帝 真的 这个历史这么描述起来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描述它 你才能真正感觉到我们人 我们中国人到底 我们中国人到底做出了什么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好叫他们知道 服侍我 与服侍外邦人 有何区别 我们把这个问题把它缩小 我今天又看到有一个人说 转周有光老师的一些个话 他说 晚清 民国 共产党这三个时期比起来 民国是最好的 民国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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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了以后共产党来的更差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支持者都讨厌蒋介 是讨厌民国 要欢迎共产党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把它缩小 把它说一说呢 好叫中国人知道 服侍这个国民党 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 或者说那些人不是要 或者说服侍上帝 服侍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国民党的那个时候人他就 就是不愿意服侍上帝嘛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徐志摩是基督徒 蒋介是基督徒 呃 宋美林是基督徒 是不是我跟大家介绍过 宋美林的妈妈 李归珍 是中国的路德 那那个时候是 中国的上海啊 青岛那些到处都是教堂 是吧 天津啊北京啊是吧 多少传教是在中国工作啊 结果就把这个基督教就迫害的 就不像话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那一代中国人啊 也就是我爸爸那一代人 当他们成年以后 他们真的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服侍上帝与服侍共产党 有什么区别 你们好好想想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很有意思吗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的问题啊 就是你看 你看天津的那些个 就是那些个三星公司的中国员工 一旦工作没有了以后 他就说我要工作我要吃饭 他之前是服侍谁啊 是不是外国人嘛 韩国人嘛 现在没工作了 要开始要在中国要混了 这个时候你想想 你当你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这个找工作找饭吃容易呢 还是在韩国人的统治之下 找饭吃容易呢 这是答案是不厌自明的 那孟晚舟的事情也是 你是在加拿大的法治之下 你能够保全你的财产 保全你的家人呢 还是在共产党的铁蹄之下 你能保保全你的家人 保全你的财产呢 所以孟晚舟不傻嘛 她觉得自己能够在加拿大能够留下来 不回来是最好的选择吧 为此她宁愿把自己的父亲都出卖了是吧 那些个在三星工作的老百姓也不傻吧 中国人也不傻嘛 宁愿在三星工作 他们有的人说三星去哪里 三星去越南你去不了啊 你去要偷渡啊 那很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什么的 就是你总有一天你要 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服侍上帝与服侍外邦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 服侍上帝与服侍共产党 到底有什么区别 真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回答一个问题 服侍国民党与服侍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国民党的人也要回答一个问题 服侍上帝与服侍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真的太重要了 谢谢大家